欢迎来到KK音乐 而一直爱着她的洛根里也因为旧伤复发死去 另外一位主角千瑞珍同样又离开结束了所有的一切 总结来说 顶楼系列复仇中心的7个人 明雪雅 吴允熙 朱丹泰 夏允哲 千瑞珍 身秀莲 洛根里全员下线 这一点出乎所有人意料 有网友提议 顶楼改名无神生还似乎更合适 顶楼3这样的大结局因网友不满 认为没有必要在最后阶段为了下线而强行下线 大结局让之前剧情轻而易举的复活成了笑话 顶楼3就这样烂尾了 复活剧情曾被认为是顶楼系列的一大特色 顶楼第一季最后一集 以身秀莲被杀身亡为结尾 同时又是复活剧情真正的开始 当时看到身秀莲被害 网友一致一难评 因为他是全剧最正面最没有争议的一个人 随后反复复活剧情从此开始 身秀莲没有死 当时死去的人是与身秀莲长得很像的罗爱乔 而罗爱乔就是西勋的生母 第二季逃过一劫的身秀莲以罗爱乔的身份回归 重新出现在了顶楼 复活之后的他目标很明确 向周丹太复仇 此时身秀莲身上已经有了两种复仇理由 一个是为死去的女儿明学雅复仇 当时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明学雅是被周丹太伤害 但调包女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原因周丹太竟然对自己下了死手 最后还是罗爱乔救了自己一命 因此复活之后的身秀莲 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周丹太 这其中还穿插着另外一个人的复活 就是夏允哲 在国外与千瑞珍一夜缠绵的她 被周丹太派人扔进了海里 不过夏允哲没有死 她和吴允熙以夫妻身份回来 她的复仇对象也是周丹太 顶楼三中最经典的复活剧情属于洛根里 被周丹太炸掉的洛根里没有死 而是被千瑞珍所救 当然千瑞珍并不是真的想救她 而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牵制周丹太 最后得益于夏允哲的医术 洛根里神奇复活 她也成为了最后扳倒周丹太的关键人物 顶楼三大结局阶段 剧情中还有两次复活 分别是夏允哲和千瑞珍 千瑞珍想攻击裴露娜 夏允哲与之纠缠在一起 最后夏允哲从楼梯上滚落 而千瑞珍也被高空坠落的灯具砸中 看似受伤严重的两个人 却都没有伤及性命 从顶楼第一季到第三季 网友直观的感受就是 顶楼的医生能力非常强 每个角色的生存能力也非常强 死亡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复活是三季最重要的主题 正因为有了复活这一概念 才会有不断的复仇的剧情 不过令人往往没有想到的是 大结局下线才是真正的主题 让之前一切的复活都毫无意义 这就是网友脾气烂尾的真正原因 看到第三季 观众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全剧只有周丹泰和千瑞珍 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也就定好了两个人的结局 周丹泰和千瑞珍的结局没有争议 可申秀莲和洛根里的下线很不能让人理解 最后阶段申秀莲主动求死 他认为自己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身边的人实际上都是因为他而死 女儿明学雅死了 罗爱乔为他而死 吴允熙也在调出西京的身份后 被千瑞珍杀害 夏允哲也是这样 这一切让申秀莲心痛不已 周丹泰死后 他认为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于是他相当于主动地跳牙 而洛根里的万念俱灰 也是因为失去了申秀莲 最后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却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这样一来 顶楼三曾经复仇的主角们全部下线 只留下孩子一辈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下线而下线 顶楼三大结局在被网友质疑后 导演朱东明在最新采访中道歉 他称自己在拍摄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失误 没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我真是哑口无言 部分韩国网友表示不接受导演的道歉 还有人在网上请愿 要求重拍顶楼三大结局 其实顶楼三作为该系列的最后一步 貌似还有剧情没有交代清楚 就匆忙地结束 明学雅死亡的真相 到最后也没有交代清楚 只是通过一个回忆 给观众一个提示 明学雅的死是顶楼系列的开始 深秀莲刚刚得知明学雅的身份 准备认回女儿 却看到明学雅从顶楼坠落而亡 顶楼第二季时 吴允熙成了杀害明学雅的凶手 吴允熙以为是自己酒醉之后 将明学雅从顶楼推下 她也一度因为这个原因 与深秀莲对抗 吴允熙这个人从始至终都充满了争议 她在好与坏中不停地转换 让人看得很迷惑 不过凶手在第三季浮出水面 在吴允熙死亡之后 才被大家知道 真正将明学雅推下去的是周丹太 可这个事实只存在于一个回忆中 周丹太如何从一场宴会中脱身 如何将明学雅从顶楼推下去 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整部电视剧开始的理由 就这样一笔带过 还有一处周丹太身边的赵秘书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没有明确地交代清楚 周丹太基本上从未将她当作神看待 可赵秘书却一直在身边帮她 最后阶段 赵秘书在纠结中被周丹太杀害 为何赵秘书一直在周丹太身边 只是因为母亲被威胁 可周丹太最后一无所有时 她却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警察 心中貌似有对周丹太的不忍心 这一点让很多人迷惑 显然 顶楼三大结局 还有很多细节没有交代清楚 不过因为不会重拍大结局